你觉得特别孤独吗 在二维的时候 会 会 一定会 那特别孤独的时候怎么办呢 怎么面对呢 会特别渴望爱情吗 好像我觉得 最孤独的时候不是渴望爱情 回到97年 然后你对着开车的女司机咆哮完之后 你觉得你克服这个恶魔吗 克服心理恶魔之后对爱的理解会增加吗 还是 好像还不仅仅局限于对爱吧 或者这么说 或者男人是对你自由边界的很重要的扩展的方式吗 他们会帮助你 还真不是 还真不是啊 对 其实很多是这种精神上的集曲 这个集曲是电影阅读思考 经历 就是去生活 生活 对 挺疏离的一个人是不是 也可以这么讲吧 就是不喜欢把情感啊责任啊都放在另一个人身上 我觉得你自己会很累 人家也会很累 刚才你说你喜欢读各种人物传记吗 对你来说传记最吸引的是什么东西呢到底 他们的经历 然后你会去琢磨他们造成的这个结果 一定跟他人物性格有关系 那有什么传记对你影响很大了 看伍泽天 伍泽天 对 为什么是伍泽天呢 你发觉没有很少有人去表现他40岁以后的经历 影视剧里老停留于他年轻时候怎么在宫里后宫跟女人斗啊 什么计谋毒死自己女儿啊恰死自己女儿啊 我觉得他更大的震撼力是在他这个男权社会里他跟男人斗 在这个政治远见上完全跟男人 你看过他那个施步阵计划改革计划吗 没有 非常非常有远见的 而且我觉得他那个一代帝王啊 给自己最后的时候留一个无自卑 那也是非常 非常男人都做不到吧 因为他还是身份焦虑带来的可能 当然受惑于女人在于统治者 那有人焦虑人还是会有叫怎么讲自欺欺人吧 他在在权力范围内他可以立一个 好像我要更要去告诉后人我有多那个 或者在最后一刻的发现女人的角色仍然战胜了她的一切 我觉得不光是女人好像也很多远界吧 我给你坦白一件事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我还梦见你两次 真的 这也不好意思 我刚刚刚说 希望在梦里是比较美好和友善的吧 就是我觉得可能你对我来说挺奇妙的一个存在 但我不知道我一直蛮好奇一点就是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感觉那种遗憾 比如说演媳妇会特别好的一个东西 但你演了很多电视剧嘛 也像小丈夫 小丈夫 就是它是个那么庸俗的一个电视剧 那么无聊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这么一个聪明的姑娘 在我心中这么一个 你去面对这个是什么感觉呢 我觉得没有问题 首先我不觉得它庸俗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通俗剧 可能在你的审美里头 你比较喜欢起伏婚那种 有文化意识感的东西 但对我来说我会各种 都会有一些人物的 还不是说他们人用所 因为我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一面 可能是这样的 我是说这些东西里面 把人的高度的类型化 但那种类型我没有尝试过 我作为演员 我永远不想把自己贴标签 或者固定在一个框架里头 就因为别人喜欢 倒也不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你是个看很多很好的书的人 或者很好的电影的人 突然去做一个写出来很差的一个书 中间你会觉得不舒服吗 我不会 我觉得其实挺生活的 好吧 那我就 我不站在一个高度来看 我觉得觉得挺生活的 然后挺有趣的 他也表达了一些当下观念里的 或者情感当中的一些问题 但是他以比较一种夸张的喜剧化的方式表现 对我来说 我觉得我永远不可能只演一种角色一种戏 我一定会做很多尝试 你觉得如果现在让你去再去演喜副会 你可以演里你的妈妈角色 我不觉得有演员是万能的什么角色都能演 一定是你资深形象啊 成长背景 就是你身上带的烙音是有一定限制 你是在自己的限制范围内尽可能的扩大 但你不可能跳出这个 你说我万能扮演任何人 那我们需要一个演员 就够 还需要那么多演员看吧 你后来再看过那片子吗 喜副画 没有 嗯 这蛮好看的 可以看的 是吗 可能很少回去再看自己的片子 拍完牵手之后 嗯 你会意识到那是对你职业生涯的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吗 确实是牵手以后 比如说观众认识我的多了 嗯 找你拍戏的也会多一些 嗯 你说多重要 我我倒也没有直接这个意识 嗯 当时是觉得 商业化程度越来越重了 嗯 两个月就拍三日记戏啊 两个组开啊 嗯 你是女主角 你就两边组跨 然后这个经历上觉得有皮育奔明量 就这样的工作强度 我不是特别适应 嗯 我还是比较喜欢 比较踏实的 创作一个戏 创作一个角色的那种感觉 嗯 所以到03年的时候就突然想停下来 那03年休息之后你在做什么呀 一段时间 应该就倒了那个电影 嗯 就好像三年 三四几年时间 就是反正前后加起来好几年吧 那个故事为什么这么吸引你呢 也不知道啊 当时就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吧 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感呢 你觉得 挺执着的就是 挺执拗的 嗯 只扭到有点动人吧 嗯 嗯 怎么了 你跟我走吗 来生我们再回 来生 我会等你 那有来生改编自小说《银杏银杏》 于飞鸿饰演的孤女阿九 与仇家的弟弟阿明结位夫妻 面对家仇与爱情的纠结 无奈重生死离别 相约来世再见 却不想 终究阴阳燃火 依旧错过 救恩 包括在导那部戏的时候 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呀 有很多 雨天斗的那种 是你觉得自己特别无力和无助的地方 嗯 你斗不过老天爷 那年就雨季提前来了 嗯 一开始还是下下听听 每天两个镜头 然后等好几个小时 到了后来就一点希望 我们想撑都撑不下去 等了足足三天 他三天二十四小时下足 一刻也没停 嗯 一天剧组就十几二十几万还是几十 嗯 你不是你自己的 你说你自己再有金山银山 我非要给你扛 也行 你有很多别人的心血资源 钱财在里头 从脚本到拍摄《爱有来生》历史十年 借前中国电影市场踏进商业浪潮 大片不断 明星片酬票房不断攀升 而《爱有来生》则经历了各种灾祸 人员变动 资金断裂等困难 最佳处女作奖的是《爱有来生》 尽管这部电影获得了当年大学生电演节的最佳处女作奖 但票房只有两百万 我特别现在印象深刻的还有一幅场景 第三天的时候 我站在窗前我的房间 我看着外面的雨 知道内心的感觉是什么吗 没有起伏 没有悲哀 是一片空白 这个真的当了一个最不希望的发生的时候 你是没有感觉 是漠然 是空白 反而一种很奇怪的镇定 出奇的镇定 对 镇定到自己都不能相信 你说死亡之前是不是这种感觉 死亡是不是你们男人 特别难面对的一个 恐惧啊 或者不去想 回避它 是最大的恐惧吗 人生 我想潜意识都是吧 可能因为死亡是 男人身上前所未的意识到 自身的局限性和脆弱性 因为男人是要掌控 对 他要对权力的渴望 权力和他的掌控 或者我觉得男性的 所以普遍比较单调吧 比较直线条那种 你还是说的对 就是他 他要控制这个事 因为他认为力量本身控制感 是一个重要的 但可能对女生来讲 层次不是这样的方式 嗯 为什么你们对男女性之间的这个性别 这么强烈的敏感呢 就是因为我注意到你每次都说 你男人会怎么想这个问题 为什么会这么强烈呢 因为说 我觉得都不能否认 这就是一个男权社会 嗯 不管多少世代都没有改变过 你去没有意识到这点呢 强烈意识到 我喜欢比较清醒的去看这个时间 嗯 因为你在社会权益上 或者是你在社会分工 行为规范上 它一定是 不是那么平等 那你讨厌这种男权社会的状况 希望它改变吗 我觉得 因为我学到女人最好的方式 其实认清这个现实本身 我不会特别轻易的就是说 喊女权啊 或者是那个 我认为在精神世界上 不管男女 一定是平等的 嗯 所以女人最自在的方式 是我去认清这个社会状况 你现在还有什么特别想拍的电影吗 我 之后一直没有那么大憧憬吧 可能人更懒了吧 哈哈哈 除非真的是有一个打动到你心灵 嗯 或击中你灵魂的这样一个作品 就是给你有那么大憧憬呢 嗯 你会去不顾面对 任何你可能遇到的困难去做 比如说我们说到年轻时候 看那些电影呢 嗯 包括斯特利普这样的演员 嗯 就这些榜样也好 年轻时的期待的 某种方向也好 还重要吗 还是说已经 当然重要 他们树立很好的榜样 嗯 我觉得斯特利普这样的演员 不是说他每个角色演的有多完美 而是他在给演员做出一个榜样 他每一部戏都是在塑造一个角色 这是演员的天职 嗯 那这些年遇到的角色大部分都比较单调 是不是 那倒也不是 嗯 那倒也不是 而且我 还好我这几年遇到的角色 还都是跟我自己反差还比较大的 嗯 不是特别一样 对我 因为我对我来说我会觉得你好像没有 嗯 当然我这是一厢情愿似的嘛 这种遗憾嘛 没有触碰到 就是你和戏剧本身共同爆发 爆发出来的那种东西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感觉那种遗憾嘛 但事实上如果是有这样的东西不更好吗 更美好吗 我可能年轻的时候 在电影学期间 我毕业会还会 就是 期待这样的时期 期待 什么时候碰到一个特别怎么样的角色啊 什么戏啊 什么时候导演懂你啊 嗯 能够挖掘你身上都看不见的东西啊 嗯 到了现在我一点都不期待 真的无所谓 有有怎样 没有有怎样 那不期待会不会出于某种恐惧啊 我不恐惧 其实任何好与不好 我现在都是很坦然的面对 我是 特别现在不希望给自己任何期待 无论生活上或者工作上 我都有这种不期待的状态 我反而每次碰到的 都挺惊喜的 那你觉得自己的天赋怎么样 我肯定是有悟性的啊 有感悟力的 天赋有多少 不知道 我看完樊刚那个书 我只有唯一一个感受 感谢上帝赐我平庸 我觉得天赋 他在这个人世里头 是要有极大的痛苦 来完成这个肉身的精灵 我不希望遭遇那样的痛苦 嗯 那你现在 身上有什么东西特质 让你自己很不喜欢呢 想克服 没有了 现在所有的一切我都很坦然 这就是我 没有好和不好 嗯 我喜欢自己的成长过程 嗯 也喜欢自己现在的这个状态 嗯 我觉得你越来越艳丽了 你自己觉得呢 我比你年轻时候艳丽 我不觉得 我不觉得 嗯 艳丽我觉得我谈不上嘛 我 我跟你比 我比较嘛 比较而言 我为什么说初夏嘛 嗯 一切开始那种成熟 嗯 但是尚未到那个 烂调 这么难听讲话 还这样 一下就失序了 你看 就点破了 没有没有进入那个 对我觉得特别好 我觉得你好像 特别好的时光到来了 对 决定三十年之后什么样 我不知道 起码希望我身体健康吧 嗯 什么样的 倒没所谓 但你也不担心老吧 老本身就是要面临的问题嘛 就是我希望我能站得起来 能坐着也不累 嗯 我看我是这太快了 我们都是怕 哈哈 我们坐一下 我们坐下吧 哎呀 就就就我们一块儿看个电影吧 就是 可以啊 不要说 看《喜福会》啊 谁 我听想看可以吗 看《喜福会》不要看 那时候我很年幼时候 对我来说是 还是很青涩的表演啊 你自己看到很痛苦吗 你可以闭眼睛 痛苦倒不痛苦 尴尬吗 我觉得什么感觉 也不尴尬 就是 嗯 还比较青涩的 毕竟 20岁21岁 嗯 都是以前都是我自己偷偷看的 他们没看过 是吗 我能回避一下吗 哈哈哈哈 不是你知道 你知不知道一个演员感觉 我不知道别的演员 嗯 就是自己看自己东西会很别扭 肯定会啊 所以我们就要看别扭 你让我别扭一下是吧 就是演摸我自己都不太 不太愿意看 不要去理她 太多 好 搞屁 演的好啊 真的好 你觉得是你当时感受到还是导演给你讲的特别好 不知道 就是当然是他指导了 告诉我应该怎么演或要怎么表现呈现 那我尽量就是按照这个人物或剧情里面去表现吧 多好 也是很丰富吧 那个层次 你自己看呢 我觉得他还是挺青涩 不过他已经十六岁嘛 也是要的那个劲儿 嗯 不知道 自己无法评价自己真的 对 我不知道 就是我还是挺好奇的 你自己生活中对《波涛熊》那面是哪里啊 因为我老觉得那部分被掩饰起来了 因为你看起来那么的平衡 平衡是个过程 嗯 正确 不 然后呢 不见得正确吧 因为说实话 这可能是我因为到了年纪的发现 我因为到了年纪发现 你自己觉得有意义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面对觉得太无意义 我也不想过得那么哲学 嗯 然后我身体还得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那样是很痛苦的 嗯 那我情愿就活得像一个凡人 或者说你生命中每天找 让你安于生活下去的这个点 嗯 反正大家来都是走这么一遭嘛 嗯 既然不能提前 或者是或者超脱于我们这个繁体啊 嗯 那我就就当自己起来 嗯 活得乐呵一点吧 哎 你什么时候就怎么慢慢意识到这点呢 成长 其实话可能不太适合对公众去说 因为可能会误导一些年轻人啊 并不是说生活吧 其实是一种可能更思想层面的吧 嗯 嗯 这存在主义的本质啊 你要给它创造意义 对 对 以前有一个特别有名的黑人模特 嗯 好像是那个David Bowie的妻子吧 叫什么来着 伊曼还是叫什么呀 我忘了 她是索马里人 嗯 她是16岁就在那放羊被人发现的 嗯 然后那个 去查查 他就被一个星探发觉就到欧洲当模特来了 然后有十年代很有名的一个模特 索马里战争的时候 她就回去好像 她真的做的鸡母岁真是冒着枪林弹雨啊 嗯 那子弹就从边上飞过 她真的就去了 嗯 我很佩服 就是她觉得她是那儿的人 她要为她的人民做一些什么 嗯 然后我就觉得如果有需要 就是有这种社会责任感 或者作为人类人性的一种责任感 让我觉得需要去做那样的事 我相信我也应该会去 嗯 她对生命意义的理解 让我有一点意外 她似乎一方面接受她的无意义 另一方面要在汇集能量 耐心地等待 无许时刻的到来 她的这种理解 记得她的十分钟 也在她的电影 我翻译刚才我听 我在听的 我觉得就是你的音乐 是吗 像你 我觉得 嗯 我们还做这么一期节目 这逼的呀 因为我们开一个不挣钱的书店 然后需要别的业务来支持这个书店 你的书店很出名 其实 在这个 有有有有 在这个文艺中青年界 知识界 中老年 这个我觉得挺难得的 怎么一种坚持会让你做这个 就在这个现在这个那么快速化的快餐年的 做一个纸媒的书店 别的也不会干的 就是 其实我蛮喜欢生活在过去的一个人 我觉得 这点咱们有点 有点相通 我说你是这样的人 有点老旧 对 我猜你是这样的人 对 我其实觉得这个年代这样的人很难得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年代就任何一种坚持都不难 笨拙吧 笨拙会 还是好像内心会有一种比较坚定东西的人 因为这个年代的人很容易被影响 里面 所以我就是这样的